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想起之前的开场白都是千变一律的 如很久很久以前 从前有一个某一天 嗯 说故事的我也很乏味 但是现在每当我粉着会粉 她的胡话和色彩都把女儿吸引着了 如长情路找朋友 小马呼噜噜 明明月红长库 最得我女儿喜爱的故事有 奇妙的肚子 阿妹麦糕 天上送来的早餐 我和女儿们可以有很多讨论的话题 是从这些绘本开始 跟着做星星 我属于森林 党家娃的学童 妈妈的最爱 兔爸爸不见了 等等 绘本会带出品格教育 绘本引导孩子 走入丰富多彩的想象创业世界里 绘本是给孩子的真情流露的平台 绘本引导孩子发出心底的声音 绘本让孩子用同理心去体会别人的感受 绘本更是开阔了孩子的视野和知识的启蒙 当中的圣经真理教导的很贴切 让孩子们学习以真理为生活的基础 在这年二十二章第六节 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 就是到老他有偏离 我感谢神 因为女儿们从小在真理中学习的成长 我要继续让自己在绘本中穿梭 因为我也很陶着在绘本开麦里 用声音带出绘本的精华 细腻 生命力 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 我可以为你们说更多的绘本故事 祝你们阅读愉快 各位绘本开麦的朋友们平安 我是Uncle Henry 今年五月 我们教会的养分姐妹 也就是绘本开麦里头的和马奶奶 她鼓励我尝试导读绘本开麦 开始的时候呢 我真的很纠结 我怎么能够跟得上 导读前辈的精湛的水准呢 但是 养分姐给我很大的鼓励 终于胆粗粗的就答应了 我开始在YouTube搜寻 已经出阶的绘本故事 越听我就越心慌 他们讲得真的太好了 听这些已经出版的绘本故事 帮助我学习 运用声音演绎 我的第一本绘本 她是谁 玩感恩 可以借着绘本开麦 给大小朋友 带来欢乐和启示 每个故事 有正面的信息 帮助听故事的带小朋友 从故事的角色 学习建立健康 和正确的价值观 最可贵的是 绘本开麦还留给导读者 一小段分享自己独特的感动呢 其实在很久以前 我也曾经在英文教会的 儿童主日学服饰 也在小孩子面前讲讲故事 在主日学 除了声音 我还可以用面部的表情 而肢体的动作 甚至要求孩子互动 来吸引他们的专注力 而绘本故事却只单单靠声音的变化 来带出角色的喜怒哀乐 那是我不曾尝试过的 我祷告 恳切地求上帝赐下智慧和能力 让我不会因为自己的不足 而降低了绘本开麦的水准 愧对上帝的托付和养分解的圣情 对我来说 5月26号是非常重要的日子 他是谁终于上了YouTube 我很感恩 文桥传播中心的负责人 给我满满的包容和鼓励 也给我机会去尝试第二个故事 凯凯你在哪里 和第三个故事 天梯下的女孩 接下来 我愿意成为保读团队的一份子 一起同心灌溉这块故事原地 让我们也不要忘记 为惠本开麦祷告 求神祝福我们的孩子 让这些故事陪着他们成长 正面的价值观 潜移默化 塑造他们的品格 到老也不偏离 各位大小朋友们 惠本开麦是属于你们的 有你们的支持 它才有存在的价值 同时我也希望 大家可以向文桥传播中心 购买惠本 让他们成为孩子们成长的良伴吧 谢谢大家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